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要公正行 所为何事 其实这个公正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举办 其实他一开始是4月尾5月头 由6位律师工会前主席 我还特地去找 我怕讲错他们的名字 大家看6位律师工会前主席 他号召公正之行 什么叫公正之行 就是work for justice 律师平常在法庭穿大衣西装笔挺的律师 跑到街上去示威游行 这个不只在马来西亚发生 香港也发生过 其他国家也发生过 他是一个很受人瞩目 很激烈 可以说是很激烈的反对表达不满的方式 连律师应该是社会阶层的 可以算是上层 收入高的 然后坐在冷气厅里面的 也要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就叫公正之行 work for justice 一开始其实是在 5月头的时候 6位律师工会的前主席 就是包括马永贵 他也是法官 然后库图布扎曼 杨颖波 安美嘉 林志伟和Steven T. Roo 这6位律师工会前主席 联署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个文告 说现在对司法独立的疑虑 司法被操控 有人在攻击司法 想要尝试操控司法 这个疑虑越来越深 所以他们号召再来多一次公正之行 来表达律师 表达国人对我们司法制度被攻击 可能被操控的不满 接着5月4号 这6位律师发出了联署文告之后 过了一天还是两天 现任律师工会主席 Ms. Karen 她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律师工会的紧急会议 最高理事的紧急会议 他们就决定在5月27日召开特大 召开特大 里面我也特地去找了 我也特地去找分享给大家 里面其实有7个议案 有7个议案 然后我会跟大家讲会是 这7个议案是什么 其实里面没有提到公正之行 他召开特大的目的 当然还是跟这个司法的信心受损 司法好像被攻击 被某方面攻击 某方面威胁 某方面想要操纵有关 那他的背景是什么 4月5月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看我们直播就知道 其实就是法官纳斯兰 被揭发Raja Petra在外国 在英国他写了一篇文章 但他是一个著名的部落格 以前是清西盟的 后来变成清国阵 然后他是很著名的部落格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 纳斯兰收了 刘特佐的100多万 所以他是1MDB的关系人之一 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 因为如果他是1MDB的关系人 那他就是纳吉案件的潜在证人 或者是共谋 如果他是潜在证人或共谋 那他当然没有资格审判纳吉 所以纳吉的案件 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 那我们又要重新开始 当然这个结论是见机于 如果纳斯兰真的有收这笔钱 但是当Raja Petra一写这篇文章 法官纳斯兰他马上指示他的书记 他现在已经是上诉庭法官 马来西亚第二高层级的法院的法官 他指示他的registrar 指示他的书记 去警察局报案 自清 我没有收过这样子的钱 这个指控是假的 是主动邀请警方来调查 但是除了纳斯兰自己有去报警之外 也有六位公众人士 我们不知道是谁 警方说有 反弹会说有收到六个报案书 所以反弹会就很高调的公开说 他们会调查这个案件 其实我之前的直播已经讲过了 我不认为反弹会不能调查 反弹会是可以调查的 但是你在调查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 你就突然这样高调的说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但我们不应该说 反弹会不能调查法官 三权分力受损 这是不对的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直播 我在这里就不要重复 所以它的背景是纳斯兰的案件 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律师 很多司法界的人都认为 包括很多法官都认为 这样专门针对纳斯兰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认为 Ladia Petra的指控是很子虚无有的 很子虚无有的 如果收一百万这个东西 是不能够隐藏的 不能够隐藏的 纳吉他收钱进银行户口 全部都有记录的 纳吉都无法隐藏的 在他做首相的时候都被爆出来了 纳斯兰他放在公众的美光灯之下 从纳吉被告 他作为他的称审法官 到现在已经三四年的时间了 如果真的有收钱 早就被炒翻天了 所以很可能你问我 我认为那是一篇 只虚无有的文章 但是有人举报你就应该去调查 我们不能先天性的认为他是对的 他是好人 我们就不调查 这是错误的 这个就是双松标准 所以可以调查 但你不应该用这样子高调的方式 你不应该用这样子高调 而很吊诡的是我们5月27号 律师公会会召开特大来讨论这件事情 有7个议案 其中5个议案是跟这个有关的 等一下我会讲解 在昨天还是今天我也忘记了 反弹会就出了一个文告 说这个纳之兰的案件已经调查完毕了 所以大概花了一个月半的时间 一个月半的时间 他已经调查完毕 而且也已经把报告交给总检察长 所以反弹会说现在我做完工了 他现在这样子讲的目的 其实有一点首尾呼应 就是要把这个事件平息下来 把球丢给AG 你们说我们是反弹会是被用来 攻击司法的傀儡 错错错 我已经调查完了 这个事已经不管我的事了 要不要告交给AG 我们的调查报告应该提供 还是不应该提供 我们找的证据 我们的报告的结论 当然我们不知道报告结论是什么了 只有AG知道 由AG来决定 所以他是等于把烫手山域 给丢去总检察署的一种情况 那刚刚有讲到特大有七个议案 其中五个是跟司法跟调查法官有关的 那这五个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个是要保护司法独立 然后第二个是要 要求你在调查任何法官之前 先跟最高法官 沟通先给最高法官知道 然后第三个是 加强我国司法独立的相关提案 然后第四是 恢复我国司法独立 然后不要让台底交易 像我们看到 Server Dynamics 四八动力 我们之前有讲到 他的高层 本来被控上法庭了 因为提成假的报告 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测案 为什么测案 因为罚款了事 证监会改用罚款 来解决他的案件 所以你不用再提告他了 就像 我们没有戴口罩 他开你1000块的罚单 现在 在室外不用戴口罩了 室内要 他开你1000块的罚单 如果你去还恐怕 你是不用上法庭的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还恐怕 是有可能会给卫生局 控上法庭的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证监会恐怕 这些相关人士 罚了他们1600万 还是1700万 我之前主题有讲过了 之前的讲题有讲过 他们就撤销案件了 所以其中一个motion 其中一个主题是议案 不是主题 其中一个议案就是 要制止这样子的台底交易 来解决掉这些案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差不多跟之前一样 就是你必须先 咨询过最高大法官 你才能调查法官 所以这五个议案 都是关于司法独立的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并没有讨论要不要公正行 并没有讨论要不要公正行 我觉得律师工会也在 dilemma里面 他们在思考着要不要公正行 之前六位主席是非常想要 他们已经发了文告 但是Karen 她可能觉得还没有需要到 游行这么严重手段的情况 其实我是蛮同意的 底下我会讲到 所以她就召开一个特大 让大家所有马来西亚的律师 来集体决定 我们这五个东西 你要如果五个东西都谴责 大家都真的认为 我国司法已经遭受很严重的侵害了 那很可能就会有公正执行 这是一个似水温的动作了 那我们说有七个议案 另外两个议案是什么呢 另外两个议案 一个也跟司法有关 就是公助我们的前大法官 Richard Mellagin 也是 我没记错是 独立以来是西蒙委任 第一位东马土著的大法官 非马来人来自东马的大法官 Richard Mellagin 很可惜他当时已经届满退休年龄 所以他当大法官 只当了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退休了 然后他在今年二月 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委任为监察员 Ombudsman监察员 所以其中一个议案是 公贺Richard Mellagin 被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委任为监察员 还有另外一个是要要求政府修改国会议员的薪资法令相关的议案 这个议案针对的是谁 大家可能想不到 我给大家猜 想到如果猜对的独有 不要是有律师已经看了这个motion来回答 猜对的独有可以来找我claim一个礼物 如果你有我的号码的话 这个议案大家知道针对的是谁吗 我给大家三秒来猜 我现在可以在留言那边回答一下 三二一 这个议案针对国会服务的仇拥法令 就是Namian Renewation 就是他们的薪资法令 他要求修改 他针对的 我看到只有一位独有回答 没关系 那我先给我的答案了 是针对纳吉 针对纳吉 不是针对国会议员 也不是针对安华 也不是针对议长 是针对纳吉 因为纳吉现在享受着退休首相的待遇 他这个都是在这个法令之下 所给予他 或者是这个法令 相关法令之下 所给予他的一些优待 包括之前说 他要一个几千万的地 后来他说他自己放弃 他说这个是法令 法律所给我的 这个议案 是有一家马来律师行所提成的 律师行的名字我就不提了 因为马来律师行所提成 他说要检讨这个法令 任何 首相 当然他的内容 其实很多 也包括国会议员 但最主要是针对纳吉 背叛有罪 那他所想受到的优待 应该被暂停 被停止 直到他 洗清自己的罪名 背叛有罪 不是被提控 所以这两点要分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案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案 所以他提案是针对纳吉 现在纳吉已经是背叛有罪 已经是待罪之身 只是他在上诉着 所以他还没有在服刑 所以他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纳吉不应该再享有首相的待遇 那好 说回这五个提案 我刚刚有提 其实我自己是不认为 现在有必要要游行的 要公正执行 我自己是不认为的 当然其他律师是不是这样子认为 我不知道 但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 我认为不需要 第一 因为司法真的有受到那么严重的侵害吗 你说反弹会调查法官纳之兰 就是司法他们在对付纳之兰 其实纳之兰在纳吉案件里面的角色 已经完结了 上诉不可能由纳之兰来临审 是由联邦法院来临审 所以你说对付纳之兰就是要破坏司法 我觉得有点远 第二 现在都还没有报告出来 这个证据幸不幸福 有不有利 如果他是用很弱的理据来提控他 就像之前 有人拿着一个黄色气球 在纳吉的event 在一个mall里面把气球放到天空 就被视为是危害 公众的情绪 扰乱公众次序 扰乱公众平安 这个很明显是很白痴的理由 但是政府还是提高 最终输了 总检察署 台试决定提高 最终输了 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的理由来提高 那可能我们需要公正事情 但现在还不知头不知尾 只是一个Raja Petra这样子 完全捕风抓影的文章 然后反弹委会 当然反弹委会不够专业 我们应该抨击反弹委会 但我觉得你说 司法独立已经受到侵害 距离是有一点远的了 我们看回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公正之行 Work for Justice 是什么时候 是2007年 当时是有Ambiga 就是六位要求公正之行 六位前主席 他当时2007年 就是律师公会的主席 他所发起的 当时有2000多位律师 在那边游行 我做学生我也有去 我也有去 那时还没有这么 Change的手机 所以没有什么照片 蛮遗憾的 很盛大 2000多位律师游行 他们当时提呈备忘录 在Putrajaya The Palace of Justice 司法宫那里游行 然后把备忘录交给 法庭那边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的背景 大家还记得吗 是Vikelingham的事件 他在2001年 打给当时的最高法官 阿玛菲律 然后里面电话的内容 是讲到 什么法官应该升 什么法官应该降 哪里一个是我们的人 哪一位法官是我们的人 哪里一个法官 我们应该要压他下来 然后Vikelingham是一位律师 然后他打给的对象 是马来西亚的最高大法官 然后这个影片 现在2007年 是被当时 格拉那加亚的国会议员 罗国本 所暴露出来 不知道是他录 还是他爸爸录 然后所暴露出来 里面有清清楚楚 听到他所讲的 然后correct 大家应该还记得 然后也有拍到他的影像 这样子证据确凿的事情 法官很明显是被人操纵 你法官被分成两个阵营 是我的人才可以升选 然后我们可以去fix 这个judgment 停案的结果 那我们才要如此激烈的反应 现在只是捕风抓影 什么都没有 你却要如此激烈的反应 我觉得是不应该 也是不对的 因为你在消耗氏气 有一句话叫一股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就是激烈的东西 你不能一直做 不然它激烈的效应 就会越来越少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现在单单只是反弹会去调查 还不需要用到这么激烈的手段 就像狼来了的故事 狼来了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你一直说狼来了 狼来了 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大事了 你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 你拿来开玩笑 你拿这个事情 所以最后害到自己 所以同样的律师的公正之行 如果不是真的很严重到证据确凿 像我刚才所说那样子的情况 你就不要用这样子激烈的手段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开特大来谴责 来支持司法独立 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的出席率 一向是不高 都是千多位律师出席 这是特大 最主要还是看它的出席率 如果出席率高 就证明真的 他们这个特大号召的Motion议案 可以得到大家的幸福 如果出席率不高 那某种程度上 其实就算它通过了 意义也是不大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开特大绝对没有问题 我可能也会attend 我好像可以hybrid 就是online 但是能不能投票 我就不知道 要我特地下去 我应该是不能了 一直去吉隆坡已经很忙了 然后开特大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现在要公正之行 我觉得是太过激烈了 这种激烈的手段 不应该一直在使用 这是第一个讲题 我的看法 那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